那你说现在华为的这个对手究竟有哪些呢 正常的对手肯定是像手机啊 汽车领域的其他一些竞争的同行 这个算一个 也有一些不正常的对手啊 你比方说动不动就发神经的 美国政府肯定就算嘛 但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呢 不太正常的对手 那就是我们自己人啊 你发没发现 你现在哪怕在国内 大陆地区呢 也有不少人真的就是 怎么就看不惯这个华为啊 甚至有的就是 到了这个逢华为避黑的程度了 大家有见过吧 还有人呢 他更可怕 上来先声明立场 我是希望咱们华为好的 我不是华为黑哦 然后转头就让华为去投降 这种声音不是一个啊 是有一个群体有这种共识啊 他们那个主张 你别说是一个什么小小的华为了 哪怕是当年美国一开始 主动掀起这个贸易战的时候 他们都主张这个中国呢 早点投降的 听出过没有 微博当年不是有一个 这个名叫国际气象观察的 大V吗 一直鼓吹这个投降论 他原话就是说 现在是向美国投降 代价最小的时候 是吧 因为他说现在投降的话 不用跪着 举起双手就可以了 将来投降的话 不但要跪着 还必须呢 跪之标准 否则挨打更惨 他是这么个关顶啊 结果呢 贸易战是特朗普时期 这个发动的 对不对 现在拜登四年执政都快满了 第一个 我们没有投降 第二个 我们针锋相对的这个态度更坚决了 但结果 真的就像那位大V讲的吗 我们直接被打趴下了吗 我们还是贵资标准了吗 到了华为这边 其实也是一样的 短期来说的话 是 那两年很艰难了 但结果呢 也就是那两年 到了去年的话 你封华为5G手机 华为自己造出来 没得608 5G手机造出来了 谷歌说 我不让你华为 用我的这个安卓系统了 好 华为自己整了个鸿门系统 微软说 我这边的这个Windows系统 可能也要对你有所限制哦 华为说没事啊 电脑版的这个鸿门操作系统的话 也开发的差不多了 随时恭候你呀 华为现在打出的每一个子弹 蒸汽是真的蒸汽呀 当然背后的这个心酸跟伤痕的话 也只有华为自己人心里最清楚的 但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自己苦点累点倒也挺过去了 最扎心的是 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 还被自己人误解 甚至被无端攻击 这个是最受不了的 哪怕是现在你不还有一些人 逮着华为的这个部组 就大出文章 你刚刚塞西问题 M7那个事故 不就是这样吗 调查还没有出来之前 有的人就直接先给华为 扣帽子判刑了 就是华为的错 华为的自家有问题 华为的车门锁有问题 就咔咔一查 这帮人傻眼了 车根本就没有选什么 华为的这个高阶自家 而且由于这个车速实在太快 撞的时候直接把这个汽车 车锁自动弹出系统啊 给撞坏了 门也变形了嘛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哪怕你是这个门把手啊 就设计在外面的 你也会出现打不开门的这个情况 你去查查资料啊 得用工具撬开 你关键是 全车就一个司机系了安全带 副驾后排都没系安全带嘛 所以这个调查啪一出的话 你再看 声音瞬间就少了 不说话了 那你说这些恶意的人 本身就是头脑简单 人于盈 容易被带截住的 这个普通人也就算了 你关键是 现在还有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啊 也在明理案里的 这个说一些对华为不利的话嘛 你像昨天我在网上就这个 看到一个前知名的 财经媒体的那个女主编啊 写了一个文章 劝华为说 要松弛一点 要有松弛感 别什么领域都想当第一啊 你这个作者说 你看 你就看苹果公司多好啊 一看造车 这玩意儿自己hold不住了 就果断放弃了嘛 那他潜台词 就是说让华为呢 也学习一下苹果 造车不成的话 要不就别勉强了 松弛一点嘛 别老想当老大嘛 然后举了一些例子 说华为造车 这个不行 那个不对 是吧 华为你的这个自驾业务 组织功能结构上 有一些重叠的 资源浪费的 然后说长安汽车董事长 是吧 朱华荣曾经怼过于成统 是吧 还有一个他说 华为最近要跟江淮合作 出一个豪华车 但这个作者说 江淮车前段时间 不是刚发起了一则 造回公告吗 其实他说的那几个点啊 都是挺可笑的 因为第一个 你要拿造回说事的话 奔驰宝马丰田 哪个没有造回过 耽误他们人家老牌车企 做出好车了吗 所以说长安汽车老总 怒怼于成东的话 怎么了吗 怒怼于成东 就证明华为不行了吗 周鸿一作为红一大炮 早期互联网的这个大佬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个没被他怼过 马化腾 李彦红 雷军 所以说怼了又如何呢 怼了的话 难道这个百度就不行了 这个腾讯不行了 小米不行了 不照样发展吗 那你说华为一开始 进入到汽车领域 组织架构也好 技术革新也好 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 那你善意提出来 并希望他能够 继续加油去赶上 这个是对待态度 你结果好了吗 他就把这个不好的东西 全部给他汇总起来 甚至还夸张放大 最后得出结论说 华为啊 你要学学苹果啊 人家放弃造舍了 松弛点吧 这个味道呢 说白了就有点变了 是吧 这感觉是不是跟 郭德纲当初的 那句名言很像 我其实我挺厌恶那种 就是不明白任何情况 就劝你一定要大肚子人 就有这种人 你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他的时候 会连累到你 挂扎你一刀 你这血还没擦干净了 他打着过 哎不叫事 要勇敢起来 你死不死 因为人都是这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劝别人的时候 那说的好 嘴角扑湿扑湿的都是 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 郭德纲当时讽刺的 不就是那种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的行为吗 那今天那位财经 前女主编 去劝华为要松弛一点 也是类似的情况吗 你让华为去松弛 问题是 华为被美国 跟恶意攻击 他的这个人 逼的还能松弛得了吗 现在能吗 苹果可以松弛 因为他背后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爸爸在背后 明年案里的帮衬自己 自己也靠在 祖上留下的这个基业 可以一直信仰理得的 吃老本 华为跟苹果 本质上就是两种公司 而且是两个 完全是不同的 这个处境啊 完了这个作者 还让华为去学这个苹果 哎呀 这讲的都是什么话吗 是不是 新华网在2019年 6月7号的时候呢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叫王平的记者呢 他针对当时 愈演愈烈的 这个中美贸易摩擦 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 其中有句话呢 是这么说的 中方的态度呢 一直很明确 我们不愿打 不怕打 必要的时候呢 不得不打 对此的话呢 绝大多数 中国人的立场跟决心 非常坚定 团结一致 众志成城吗 但也有少数人呢 得了软骨病 丧失了民族气节 到处鼓吹中国处于烈士 呼吁众人要妥协的 这个投降论调嘛 混淆视听 扰乱于情 换散人心嘛 对此我们必须 旗帜鲜明的 说不 理直气壮的呢 要跟这样的这个声音呢 开展斗争啊 王平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我的观点 王平的这个立场呢 就是我的立场 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是这样 对于华为的这个态度呢 也是这样 总之 绝不投降 也绝不放松 是吧 一定要打到敌人呢 再也不敢 呼来的那天为止 你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